人間苦空無常 願世人不分你我 秉足安然脫迷 縱世塵度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今天的新子智庫第十九集 今集想跟大家分享 一個很常見到的字 但其實它們有分別 不過現在的人已經用到 混在一起用 都不會分得太清楚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做一些宣誓 有一個OF 這個OF就會有一個問題 只要你用了這個宣誓 它有一個條例 就是說 假如你是說謊的話 語事實不正確 除非你不知道 你又可以證實到那件事 你真是不知道 否則的話 你做了這個宣誓 即使日後發現了 你是知道 而是發一個假誓 這個又會被起訴 即使是秉民刑事案 現在 好了 大家所以不要想著 你可以去找律師 去做一個OF 或者有很多時候 那些人上法庭也有一個OF 除此之外 有些人做一些普通簡單 例如一些名字 或者有些很簡單的東西 有些少許不同 很多時候 政府都提供免費的服務 就是這個民政事務處 可以幫你做這個宣誓的服務 好了 我們提到OF 這件事 可以在法庭裏面 可以在自己私人的地方裏面做 好了 下面就有一個字 一個就叫Avigating 一個就是Affirmation OK 現在很多時候 那些人做一些細章 就是說 有些人不方便出庭的 他只是寫一段東西 證實 他就說 這個是事實的全部 就是他所知的所有 那就簽個名字 有香港地址 和身份證號碼 方便日後 如果法庭有需要 可以聯絡到他的 那他很多時候 都未必會出庭 那當然有些 額外的例子 就是需要出庭 那通常如果是民事的 通常有很多時候 都不用他出庭 就是做一張叫細章 那樣 submit他的high court 去到法院裡面就算了 那這個呢 Affirmation 和Affirmation 有什麼分別呢 Affirmation 傳統上 在阿Kim讀書的年代 這個Affirmation 是有宗教性分的 是真的要用著一個 譬如說 拿著一本聖經 就是手放在聖經那裡 然後唸一堆東西 就是跟著他讀一堆東西 然後去做一個細章 那這個Affirmation 是沒有宗教性分的 只是說當時人 他是把所有的全 the whol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 這樣 但是 反過來看你是英國 還是美式 好了 現在兩樣都 大家混亂來用了 但傳統上來說 這個是有宗教的 Affirmation 而Affirmation 只是一個普通的宣誓 這樣 但是都是under oath 的 那就看看你是哪一種 如果普通 如果你說 Decoration 那就看看你後面 下面有沒有說明 Declare一些東西 究竟是不是under oath 也會看清楚 但是今天集 先跟大家分享這兩個字 這個就是Affirmation 下面就是Affirmation 那今集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